編理 好 據說他等一下會找人生 請大家掌聲歡迎川老師 謝謝 大家好 今天就稍微介紹一下 有趣的東西 因為其實前面幾個講說 都稍微對Jay Jeyer 做一下概念的介紹 然後還有馬特化也對我 把前面的東西都講一下 那我今天的話 是帶來我的Andy's的名牌上 來玩遊戲 我們今天會涵蓋的主題 應該是說會先從Intrologic開始 然後 我們會講一下什麼是Andy's 對不對 也就是今天大家跟我們質問說 什麼叫做NDS32 其實不是遊戲的NDS32 可是 我等一下會繼續說 那這邊還有一些GAM的開詞的Detail 叫Porting的Detail 最後我們就是把Performance 的issue稍微check一下 那我們就讓大家玩得開心 這樣子 第一個 那我先稍微做一下自我介紹 我叫有律賢 就是叫我胖的神的一個 是教授大學的電子中生系的 那我對於先入職系統 稍有一點點分享 所以我今天就站在這邊 跟大家稍微做分享一下 那我之前是在經濟科技 做個東谷生這樣 那就做一些打雜 打掃的工作 那今天就在這邊分享一下 我上個暑假的事情 這樣子 那就靠著這些GAM 來上班打遊戲這樣 混雌混合這樣 而且我們對open source 相關的一群很有興趣 說到遊戲嘛 其實大家手機打開來都可以玩遊戲 而且生活無望娛樂 你可以玩點小遊戲來 來講 詩解一下大家的 大家生活中 多一點歡樂這樣 而我們今天就是展示 用AndrisPatch的 一二一三個 做SoC的發展進行出版 這樣 那我們搭配這種3.5吋的朋友 來做小遊戲 那我分享他上面好的是 Invented Leaders 那我就在上面分享一些我 那 那 Game的Emulator 模擬的外部就是 CPU跟Memory 還有它Memory 還有旁邊的IO 那Hawai 那他主要就是模擬 說不同 在不同的遊戲機體台上 所需要的Hawai 而什麼是MDS32 MDS32就是AndrisPatch 新興科技這間公司 那我這邊稍作一下打 打一下廣告這樣 而且 它是在新竹 Season SIPP那邊 成立的一家公司 而它是在做SoC的 那我們自律 裡面的產業裡的相關製作 那這就是一張 Andris的Tremple 那它上面其實就有很多種IO 讓你做不同的應用 比如說它可以接螢幕 接網路 接鍵盤 接話數 那就可以 其實就是產業裡這樣 而它其中的N9 N12 有很多不同種的CPU 種類 那就是 你可以在上面做不同的configuration 比如說你可能 interrupt少一點 interrupt多一點 都可以讓你自行的運用 而且它可以32K 跟16K的訊號度加 或者做運算 有不同的那個 而它就是它對 marketing產品線 有不同的區隔 就是比如說Low End的話 我們可能會用N9的CPU 而High End的話 我們可能會用N12的CPU 而介於中間的話 我們可能會用N10的CPU 做一下DDR文具 等不同的應用 或是 那這樣做網路的話 我們可能會往上面 往下 網路之類的 而這就是另外一張接觸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邊就是接盤的 接盤跟滑溯 而我這邊 既然這邊是CodeCamp的會議 那我們就分享一下它 Ansys的Source 在Linus上的Solution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邊都是大家熟悉的 Open Source版本 像從底層的Linus Tenal開始 往上一直有一些Linus Driver 那上面是一些 GDPR GCC 或是BIT Utility之類的東西 像Provail 大家都可以做 那中間有 Java Hardcore Machine 或是上層的AP 像QT 啊 Livechain 之類的 都可以 像Firebox 之類的都可以 在這支台上 上跑的很蠢 而 這邊再介紹一下 這是另外一個 在板子上跑 Xwindow的 截圖 而上面可以看到 它其實是一個 GDPR 可以加Bots Bots的東西 那旁邊有提到 它其實可以上 MSM 看影片 或看BDM 其實這邊都不神情 我們其實還可以 是上Cura 或是上Ir 那其實 就可以做更多神情 而後面的話 其實是Demo一個 比如說 它可以用QT 和XL 製作一些 開end的播放程式 而前面 到這邊就是我們廣告的時間 這樣 那我們 就是應該要進入一下正題 這樣 我們的Andescape 其實環面 已經接了一支搖蓋 而且 中間 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就是 一個發展台 就跟現在做得上百 也是一樣 那我們最後會做一個 Live的Demo 這是它System 的Arm Tanker 底層是Hower的部分 我剛剛廣告很久的東西 那上層的話 是有一個Minus Curl 旁邊有稍微介紹一下 比如說從底層往上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需要 到Audio的Driver 搖桿的Driver 還有SD卡的Driver 那中間 那一層其實是 Simple Direct Media Layer 這個SDL 它是做 Audio 跟螢幕顯示的部分 其實這也是一個CAP的Engine 也就是說我們在上面 可以發展我們自己的遊戲 而後面 會做更詳細的介紹 而再上一層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軸 遊戲的 遊戲機這樣 那有Game Boy Game Boy 有Dance 還有 任天空白機 還有超級任天堂堂 那上面就有一些Rawful 就是從遊戲機裡面到處出來的東西 而我這邊是想一下 它這個Pathic Dependency 那其實第一個 其實是Info NTS 它名字 你看我們就知道 它其實是NES 也就是紅白機的主題這樣 那再下來 就是一個Virtual Game Boy 就是Game Boy 就是Game Boy的Face 上面的WomenSource層次 而你先 螢幕上看到這些 全部都是GTL的層次 而我們可以 從中間看到 其實SDL是大家都用Library 而SN19X的話 我現在問一下在場 有多人沒有玩過 超級任天堂的 可以舉一下手嗎 那其實 大家都是有童年的嘛 後面就有一個 像GT的話 就是Game Boy 那我們會 跟大家複視一下 以前的事情這樣 就懷念的小遊戲 其實都還蠻好的 那我們進入正式 那像Game Boy的話 其實是由任天堂 在1989年初的一款遊戲機這樣 它其實賣的超級好的這樣 那它之後的話 就是紅白機跟它對抗的 那前面的話 它是一個8bit的GPU 而我們其實從遊戲機的發展始終 其實可以看到 這其實就是一個電腦科學 計算機科學的發展 而我們 就可以稍微 為大家檢定一下 其實它就 應該大家都有聽過 上上下下的主主 又有點不大 這其實就是最上面的案件 而我們需要的話 就是上下左右 有 而且光上下的主要 可能進入遊戲 那我們可能還有一個 Star或Select的Man 那樣子 而它是一個8bit的場桌 那它的Rip和 這就是它的Rip和Rip Size 這簡單介紹一下它 Howard'sMan 那我們今天是用一個 HIGHLAND的腳踢往下看 那其實如果我們在電腦上 同樣可以考 上面的一樣模擬機 玩一樣的遊戲 這樣子 那這裡的話 我就是 點一下我的心得 就是其實它這個 BANBOY 跟NUBOY的模擬機 跑得其實蠻順的 那我們 它 而且它沒有用到補典運算 因為補典運算 在很多Embed system上的話 其實我們支援補典運算的實力 而且它 它 它還可以把它 抹除掉 所以我們 可以很容易地 來做 跨港台的處理 那它聲音的話 其實是一個 放波 而它的PANEL的Size 我往下看 它其實PANELSize 是很接近 我們的3.5吋的一面 所以可以在我們的 小板子上 跑得很遠 就是 剛好隨於小板子的Size 那再來我介紹一下 任天堂主機 就是 紅白給自己 旁邊有它的 爪點 相信大家 可能還 家裡都還有 它也是一個 8個選的CPU 它最好玩的遊戲應該就是 超級瑪麗 它有 你可以兩個人同時挖到 那它之後 還有一個 超級任天堂這樣 那我們現在 稍微講一下 其實 超級任天堂 任天堂的 多於其它 因為它ROM SIZE很小 從剛剛前面 我們上一張朋友 也有講 所以它其實 大家仔細看的話 沒有發現說 上面那一朵圓啊 跟下面的束手 其實是同一張圖 所以它 顏色著的不一樣而已 就連旁邊 兩三朵圓 連在一起其實是 同樣的圓 重複三次 所以它就是用這些簡單的 Programing技巧 讓ROM SIZE變得很像 而另外我們再看一下 它那個香菇啊 就跟旁邊的怪獸 其實是同一個脖子 刻出來的 所以它也是用 著色 K-Limbit 不同 而做出不同的效果 而這邊就是大家 聽到在玩的 像法力兄弟它的路線傳說 這樣子 而這邊是超級任天堂的主機 既然這樣是超級的話 它其實就已經 進化成16VTPU 剛剛好 而它這邊的話 就有現在 電腦的80的架構 像比如說 Ixverse DI 跟 Clock Rain 都有一線的提高 那它中間的話 有DNA 還有其他的價格 像 DNA 跟其實 DRAP Memory Asset 還有B型的IO 處理 另外它用它會把 乘打跟除打都做掉 就像今天顯示卡 要玩好的遊戲的話 它會用顯示卡 把某一些重要的事情 都處理掉這樣 而它這邊的話 就介紹一下 它比較好玩的遊戲 就是 超級馬力五代 還有 還有 比如說 Donkey Mario 像 瑪利歐兄弟之類的遊戲 而這邊的話 大概 列出幾張截圖 就比如說 洛克人啊 像 超級馬力啊 炸彈超人 這可能都是大家常聽到的 遊戲裏稱的啊 而我 再介紹一下 講一下我 中間做的Apple 就是說 在我們把 從 Opensource download下來的 program 放到 這個檔子上 因為其實大家都不認得 NDS32這個品牌 這樣 那我們首先要做的話 做兩件事 其實就是 改config 還有 做config 跟make 的東西 那我們 在開始之前的話 我們需要 一些 環境設定 首先我選擇的是 幫助撕裂 零四的Priple 加上 Andis提供的 DSE 2.1 還有 Andis Tuorption的 1.400 那最後還有一個 可以Walk的Hug 那再來的話 我就是 將環境變數 稍微設定一下 比如說 將指定的 Torption 還有 相關的環境變數 讓它知道那個地方 之後的話 我們是修改 環境變數 就是 在它下面 加一個 NDS32 還有NDS32 NDS32 的 錶子讓 電腦認得這個 新的架構 那我其實已經把 開始都丟到 更多的 的 的現象裡 那其實 可能還要 讓大家 後來接受的話 還是要一段時間 這樣 那之後 環境變數 下面還加了一個 它會去 Rap的簡單 resc CPU的 machine 那就是其實也是把 那兩個電腦去 最後的話就是 Build script 那其實一般 我們在 386電腦上 做Build的工作的話 我們 GCC的話 其實就是原本的 那現在如果 我是用 不同的品牌的話 就是GCC 以前沒有加 別的 關於品牌相關的 描述資 那這邊就是我 剛剛講的 那個線 那最後的話我們就是 做一個 Configure的動作 那最後做 Fade 那再把 Score到 我跟Previous裡面 之後的話 就準備 這樣一個 SD卡 然後把 該有的Library 和 東西全部都 偷到 那裡面去 其實 那其實上面的話 那其實都是 Scoreboard的工作 那我最後的話 我會加一些 像搖桿的東西 因為你 如果只是 讓它 跑起來的話 那不就是 超級馬力 出了相關嗎 那就是根本的不能動啊 那我就是 稍微 對 對遊戲機器的 搖桿部分 做一些 HAPPY 首先 我做PALLING的工作 就是 在旁邊 加上一個 Spread 去 對它的 對我提到的 建坦按鍵中 PALLING 而 我就開這個 GPIL的Device 就是它其實這件 搖桿都是GPIL 那我就是 把GPIL的Device 然後 讓它開啟 那最後的話 我是要開一個 另外的GRAD 去監聽我 搖桿的案 這樣 所以我是用 Dthread的 CREATE的動作 去CREATE 另外一個 Thread 那我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我其實有一個 Switch to Case 的架構 去把每個按鍵 都舉出來 那還有 那還有 大家等一下可以看到 其實有一個GAME的咩 因為其實 現在SD卡這麼大 如果只放一個遊戲的話 其實太浪費了 像現在 我手上這張 1G的SD卡 可以放1萬個遊戲 所以 如果 只放一個遊戲的話 就是其實 非常的走喘 那我其實用 GIMP去做 底下編輯的動作 把後面的 自己 自己用手 畫了一個 GAME的名字 那我最後用SDO 因為我剛剛都講說 GAME都要用SDO 的 的 的 那我其實用SDO的 read 用SDO 用SDO的動作 把一張SDO 再加上 開機的Shield Stripper 就可以進入這個選擇 那最後的話 我們討論一下 它的 issue的部分 就是 比如說 它有在 它有用到 的層次 其實在下面 那我覺得 這對大家來說 可能看起來有點可怕 就其實它 其實是做一個 正 方波的彩色 那我們就稍微 效果 這樣 那我 稍微做了一個 Provelling的動作 比如說 它其實 GPA的話 用的CDU 這樣 在X86件上 它其實 還蠻大 它快用掉 我兩個核心這樣 因為它其實 會對 不同的核心 就是 它 Walk 2 Thread 所以它 CDU又要 會變這樣 那 我 這邊是 解釋了一下 它的 遊戲機的 跨得體 因為其實 你在 RAID CPU的話 Performance 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最後 剛剛打了一個分數 其實 它覺得超熱的 是最初 而其他 模擬器可能 就是 就是有代理大牆 那還有一個 GameGo以前的煙網 很順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 可能讓大家看一下 好玩的遊戲 那 要怎麼樣 這兩個 其實 要買 就是把 重要的 或是 用Binary Translation 把 本地 轉成目標的 這樣會更狂 那 另外就是 打 都去掉 那我們現在來個 那 我們首先 我們來 今天是想 說 帶著 很大的盒子來 可是不然覺得 可能 搶食物的時候都會 很不方便 那 首先 我們就是先 把電 擋開這樣 我把 我把 都已經打開了 那 其實是可以先打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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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其實可以在螢幕上看到這一隻可愛的動物 就是Spinus分的2.6.29盤的 其實是一隻塔斯瑪迪亞2 它不是企鵝 但它企鵝的話在3.5盤很容易買這樣 那一隻因為我沒插卡片 所以它還沒弄得進去 那我現在把卡片插上去之後 給它重新拆一件這樣 那它就是其實木頭版Linus之後 它會去仔細我的一段客製化的 shell 就是然後我剛剛說什麼 蓋鵝帶進去 反正就是Line Network的活作 OK 不再去啦 謝謝 謝謝 好 好 好 那我們可以先 可以讓大家先看一下 就說 他 其實我在這之前 有做一個比較Rock version的 我們在等GameMenu出來之前的話 我們可以先讓大家看一下這樣 那是我之前做的 手工標準的 箭牌這樣 那上面的按鍵其實跟這個 客製化的按鍵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而我們剛剛在等的其實是這個GameMenu 這就是我們Cashions的遊戲的按鍵這樣 那之後的話 我們其實按 按STOP欄的話 他應該可以開始玩這樣 那我先問大家看有什麼問題嗎 果然Live Demo可能還是沒有辦法 順利的話大家應該可以看到有什麼 戰爛超人啊 那你兄弟可以嗎 沒有問題 可以嗎 我們要談一下就是 你剛才講說這些 這些自由玩具 這些SEX9 實際上 他 只有原本打包出來 但他並不是自由玩具 也不是GBO 所以 呃 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你能夠進行 DSEX跟ES 不過 你兩次要不會交 不會自由玩具 其實不過其實 SNES 真的跑得還蠻順的 其實有點不正氣這樣 那我現在讓大家看一下那個 GAP的 因為我還沒有嘗試過 ZNES 因為我看過那個模擬器 其實小時候也有玩過這樣 那兩個模擬器都很好 那其實現在就可以看到 其實是一個 那我們 譬如說我們選擇 瑪莉熊的一種遊戲 那他已經全量 那 那 其實聲音應該都很穿上去 那其實就可以看到 那其實這就是 他們其實好像沒什麼 沒聲音喔 還 我覺得只好一個人 那他還略觀一點 那其實就慢慢再看看 直接留給人 那其實他還說 那什麼 啊 哇 我覺得是 對 你應該就是 應該就... 可能就把時間留給人 不要衝 這樣不可以進去 我跟我說不保證還給我玩 OK 好 那大家掌聲感謝大家 希望這個節目會有成功 好 那兩件事情全部 一個是 現在呢這個break的時間 是最後體驗跟體化的時間 我們來關注一下 我想看一下想玩一下 都得到那個卡位去 那...